一個是計算一個清除 那這個清除就按下去全部都清空 把它清空掉 不過清除的話你會發現 我是用一個一個儲存跟一個慢慢清 所以效率變得比較差 我講過你可以用Rage的方式清除 會快很多 再來的話計算按下去 就自動幫我把結果給輸出了 那當然特別注意 我在那個講義裡面 講義裡面用的公式 121頁 裡面那個就是D藍跟H藍 紅色的字部分 我問你們黑白的 這個如果我是D藍跟H藍 還有一個I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把這兩個I 也把它定義成名稱的話 像我們原來是這個地方 假設是C4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乾脆把這個C4有沒有 直接改成業績就好了 用業績來帶 就不要用那個C4 用這個地方的話 你F3 然後找到業績 因為直接用業績代替 目前的C4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以往的C4 下面就C5 C6 如果業績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都叫業績 OK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以後的話 你就把公式貼到那個VBA裡面 WALK就可以了 其他另外還有什麼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也是一樣 那怎麼做會比較快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一樣開啟VIO BASIC 一樣怎麼樣 也許我先寫清除好了 再來的話我就是找到我們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的話呢就是這個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裡面的話呢 也許我先插入一個清除的一個 一個SAP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清除 那清除的話前面我們寫過 FORI等於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前面都寫過 從A4向下追蹤 那我把裡面的哪一些欄呢 把它的D,E,F區 這四欄呢 還有呢 D,F,I,H 總共五欄 幫我把它清空的話 就是SELS,I列的D欄等於空的 E欄也空的 意思是內推唷 不過這個缺點是 它跑的效率不好啦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如果執勤的話 它會變成說一個一個慢慢清空 那比較快的方法 不過 當然你可以先寫好之後 你把這個複製 清除複製 貼到計算這邊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把公式怎麼樣 把公式貼上 特別是喔 這裡面的D欄的公式 其實 現在我已經把它清空了 我先把它先恢復一下 感受一下 先恢復 我先把它輸出一下 所以你們清楚 可能先不要按喔 不然你一按清楚喔 你剛剛的公式就不見了 你要複製公式就沒有了喔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VBA的後面這個喔 記得喔 是雙引號裡面嘛 把它貼上 其實喔 如果你全部都用名稱的話 有個好處 就是 都不需要修改 貼上去就好了 什麼地方都不用改喔 但前提是要用名稱喔 如果你 像我給各位的講義喔 這個地方業績本來是C4有沒有 如果你是用C4 下一個就變C5 C6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用C4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修改程式喔 如果你是用業績 就不用修改程式了 貼上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把公式一個一個把它貼上了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我把它執行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再來就是 清除VH2 我把它寫的比較有效率啦 那我前面講過先註解掉 那我就把那個清除部分 改成用Range來表示 Range的話前面好像有講過 用Range 錢瓜糊 告訴大家說從哪一個呢 我要清除的範圍 是從那個D4 所以這邊的話D4 到H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H 後雙引號 空一格AND AND什麼呢 向下追蹤 那我其實就直接把這個向下追蹤 這個喔 直接複製過來 到下面這邊 AND 向下追蹤 意思就是說你幫我追蹤到H的最下面一列 把他後刮弧 點什麼呢 Clear Contents CL Clear Contents OK 這樣的話 就比較有效率啦 所以可以把那個清除喔 之前是足行 足個足個儲存格清除喔 改成一次這個範圍清除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喔 一一清除 你會發現清除的效率變得非常好 尤其是你出生格數量越多啦 一定要Range 再來的話呢 我就計算 出入 你會發現喔 一次按下去呢 全部都OK了 而且特別注意喔 剛剛的那個計算喔 這邊計算喔 其實只有複製貼 複製貼 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裡面喔 公式沒有任何的修改 就可以完成VBA的輸出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喔 如果你真的要寫那個VBA 就是用VBA輸出 你原來的公式的話 其實喔 配合名稱 是最佳的策略 因為呢 程式變得簡單許多了 那這個都不陌生吧 所以以後你們的那個 綜合就是你們的那個 工作那個 未來後面兩週喔 你們可能要做成果的話 其實如果你不太會寫VBA的話 用這一招喔 應該是最簡便的 而且應該比較不會什麼錯啦 不過你可能就是第一個 你要熟悉如何定義名稱喔 那定義名稱的話 我剛剛講過喔 其實至少會有三種方法喔 就公式裡面喔 有沒有定義名稱 或者是這個視窗裡面定義名稱 或者從選取範圍建立 至少三個方法 那如果你假設怕定義錯誤啊 從名稱管理員也可以去 再去檢查一下 那如果做錯你可以重新選 選完之後呢 可以把它打個勾 那名稱就定義OK了 再來的話呢 利用什麼 利用F3去存取它 OK 不過鍵盤上我們F3都OK 不過如果你是買Mac電腦的話 那個F3好像就 會出一些狀況喔 那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那個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名稱都定義好了 你可以仿照類似的方式 再來就直接把公式呢 放在VBA裡面讓它去執行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部分喔 其實就是把公式貼 D欄 E欄 F GH 然後分別把公式貼上去 再做個按鈕給它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用VBA輸出公式的結果 OK 那這部分的話喔 這個範例其實 可以好好地模仿一下啦 因為學習 像這種VBA的課程喔 你要 剛開始要完全寫 從無 終身有就可以寫出來 很困難 但是模仿怎麼會吧 模仿嘛 至少模仿一下 但是 因為我們很多範例題啦 所以你可能就是 要截取喔 不同範例裡面的 某部分拿來模仿 模仿平平臭臭啦 慢慢也會有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部分 你是你的瓶頸 你也許做不出來的 那沒有關係啦 到時候可以把它提出來 再來討論啦 我覺得 因為如果你把那個東西用上 然後遇到問題 你把它解決了 我想喔 以後這東西就你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兩個按鈕 就是一個清除 跟一個計算輸出 感覺還蠻OK的 好 試一下喔 好 好 我聊到